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个星期很多人都病了 我上周也病了 因为上周是水星逆行 水星逆行一直到1月8日就停止 由9日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这个星期我们看1月9日至15日 其实这个星期本身已经是因为水星逆行的停止 而寓意了一个新的开始的同时 12日还是有一个满月 这个满月就是寓意了放下 release let go 所以12日的时候 可以给多些时间 自己去想一想 生命里面有些什么 是你明知道要放下 而还未放下 譬如一些坏习惯 这个星期还有一天很特别的 就是1月11日 3.1 3.1 就是代表了思想 就是小心我们的思想 小心我们自己在想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想什么 你就会彰显到什么出来 所以要小心你自己在想什么 还有这个想法 除了是为你自己 为你的家人之外 也都要小心你对你的国家 你对你的地方 你身处的地方 或者政府 你是怎样想的呢 每一个你的想 都加入了这个实相 这个现实那里的波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来看这个礼拜 1月9日至15日 今天会用的 都一样是领航者塔罗的 在这个时候 我就会特别请 包围着我们的天使 还有如果 刚刚是第一次 看我们的预测的朋友 告诉你 这个预测是 for所有来到 因应吸引力法质而来到 看到的朋友 这个预测也是为你 而预测的了 那我们就会在 岸仔塔罗里面 拿三支牌出来 1月的90日 9日至15日的 礼拜中 和礼拜尾的 OK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三支牌里面 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习惯 以前其实做预测 我就一直都是自己 一个人做的 有一段时间 我们有很多很多人 一起 或者两个 突然间又变回 一个 有点不惯 好了 1月9日正好 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自己都 刻意想有点改变 而且记得我和你们说的 就是我们想的 我们想的 我们想什么 就会实现 所以今天就给我们 一个非常好的新的开始 好了 我们看看1月9日 10日的第一支牌 是什么 set back 倒转了 如果set back 倒转了 我们会看到 set back 这支牌 本身是代表世界的运作里面 留下 停下 甚至退后一步 但当这支牌 倒转了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反过来 告诉我们 不要停下 要向前去走 不要 hold住你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或者因为 想得太多 又或者 很多恐惧 很多担心 当我们一想得太多的时候 其实 如果听得深心灵多的朋友 都会知道 想就是我们的小我 我们叫做Eagle 其实他只有说很多东西出来 是压我们的 所以 如果我们听了他说 相信了我们的头脑 很多时候 反而是会带出来一个 不好的后果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说 相信你的心 或者相信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永远都不会压你的 所以 礼拜头 这支牌 也都配合到 新的开始 不要hold back自己了 不要再向后退了 要向前走 要让自己 真的有一个新的开始 踏出去 那我们看一下 特别是一些 跟物质世界有关的东西 譬如 如果你已经想了很久 就是说自己去做 创你的生意的话 这些东西 又或者你已经想了很久 想要去转工作的话 这些都是世界 就是说有型的物质 我们看到的东西 不只是思想 那就要走出去 去实践 去做 那我们看一下 礼拜中是什么牌 礼拜中这支 都是 调转了的 叫做 Player Player 玩家 礼拜中的时候 玩 即是说 我们去到 而且这一支 都是世界的牌 来的 去到礼拜中的时候 这一支玩家 这一支牌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本来这支牌 就很七彩斑纷 很多小朋友 很多很轻松 很开心的 玩的感觉 在里面 但是如果 它是 调转了出来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 要小心 不可以再是太过 小孩子了 很多事情 应该要成熟 所以我会看到 这个礼拜中的 Player 这支牌 告诉我们 亦是一个改变 是一个新的改变 要将我们一些 不是太成熟的部分 自己要有一些的检视 甚至乎 是有一些的 Let go 因为去到礼拜中的时候 正正就是 全天空气 这个时候 我们要Let go 要放下一些东西的时候 最好去检测 有些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任性 而一路牵连着你自己的 一路被自己这样做 例如 打个比喻 你已经想了 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很久 但是因为很小的脾气 很任性 一直都保持你自己 喜欢 或者所谓的喜欢 是一种习惯 当你很刻意地去改变 你给一段时间自己去到 习惯另外一些 饮食习惯的时候 你又会慢慢发觉 你是会喜欢那些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心灵里面 是有很多东西 是谁不过是习惯来的 但是习惯 就要我们刻意 刻意在头脑上 灌输给自己 提自己 要刻意如何去改变 然后 有纪律 带自己去改变 这样习惯就可以改变 所以在礼拜中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是提我们 有一些的任性的pattern 很多旧的一些模式 我们要开始看到 和刻意地去放下 扔掉它 而有一个改变 那我们看看 礼拜尾是什么牌 咦 礼拜尾这只岛 是倒转了出来的 Integrity Integrity 诚信 去到礼拜尾 就出了一只心灵牌 去到礼拜尾的课题 很有可能 礼拜中 我们未必能够这么容易 改变到一些既定了很久的事情 去到礼拜尾 对于这个 诚信这一件事来说 其实是 永远都在说 我们很多时候 对自己 其实有多老实呢 我们会不会 自己欺骗自己呢 诚信这只牌 还要倒转了 就是说 我们对自己的诚信呢 到底是有多少呢 那就是说 自己欺骗自己咯 我们 所以 礼拜中 要做的课题 很有可能 我们要多一点的 冥想 meditation 或者 有没有一些朋友 跟我们一起 去到 互相帮助 令到 这个能力 改变的能力 大一点 去到礼拜尾的时候 也可以 跟朋友一起 来到检测 其实我们 我们有没有 真的做到自己 决定了 想要做的方向呢 所以 去到礼拜尾 这只诚信的牌呢 就 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 要做多一点 内心的功课 多一点 向内心去到看 终于自己 决定了 想要怎么走的方向 因为 刚刚新年 很多人 如果 上进的人 都可能 会为自己的 新一年 定了一些 新的目标 如果你是 没有定的人 没有定到 新的目标的话 其实真的 是时候 可以每一年 真的 其实有些人 甚至乎每一天 都会定一些 很清晰的目标 给自己 子欣自己 最近 学会了一些方法 就是 将自己的 很多很多目标 细分化了 然后 每一天 都去做少少的 或者 我和我的朋友 都是 每一天 都有十五个目标 那么多 那是最终 很多大的目标 细分化了 但是 这十五样东西 你将它 每一天 都去做少少 比如身体健康 那才算 那你每一天 都比最少 可能十分钟 十五分钟 去做运动 那原来 就是说 每一样东西 多少呢 每一天 加少少下去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后 是会有一定的成果的 比起你是 太多了 太多东西想做了 不知道做哪样好 是更加是 更加有效 去到年底的时候 你是会有一些收获的 所以 这个礼拜 似乎 真的有一些更新意味 也都提醒我们 在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怎样可以让自己 是活得更加 当然更加好 更加有意义 不会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也都不会浪费了 爱你的人 对你的好 希望这个礼拜 大家都很认真地去检测自己 做好你的目标 然后就向自己的目标 每一天做少少 很快就得到一些成果 一会儿 我们这个礼拜 还有一个访问 一会儿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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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